今天我們到巨洋來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透過這個機會告訴國人說 我們的防護衣跟隔離衣 我們也有國家費 在疫情剛開始的初期 我們的工作團員就告訴我說 我們的防護衣跟隔離衣 尤其是防護衣 其實都是國外進口的 我們那時候也盤點了國內整個庫存的情況 經過這段時間以後 我們今天帶到這裡 我們真的很高興 我們的防護衣跟隔離衣的國家隊員已經成型了 對大家來講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尤其是防護衣這個P3等級的 我們從原料到製程最後的產品 全部百分之百在臺灣生產 這個對我們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戰略物資可以預先預先 百分之百在國內生產 這件事也是讓我們感到非常心安 也非常感謝 事實上在這次疫情的經營當中 我們都已經發現 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戰略物資 我們也希望在國內維持一定的生產能量 我相信防護衣跟隔離衣一定是 我們的戰備物資裡面非常重要的項目 所以我們已經做了初步的決定 政府機關還有我們工藝的醫院 還有醫療機構 還有我們的軍事單位所使用的 我們希望全部都是國產的來規劃 這樣的話 我們在平時就可以維持一定的 國內的需求量 讓我們生產可以維持 在緊急的時候 隨時就可以足夠我們的產能 所以我們要非常感謝 我們巨洋公司在這次 能夠親全力來協助政府 做防疫的工作 而做出來的產品 讓國人感到非常的驕傲 也讓我們防疫的士氣更好 所以謝謝 謝謝大家